地的真实之道理 词道理 为诸法中第一 古云第一 第一就是这个理 在一切法里面 它是第一 第一就是真理 你看 看其他的名词 意思就懂得了 真地就是真理 圣地 就是真地 圣一地 圣是数神 没有比这个更数神的 也叫做真如 也叫做实相 实相就是真相 我们讲本来面目 又称为中道 佛经上 这一个意思 所用的名相 几十个 这是六局几个 佛讲经教学 同一桩事情 为什么用这么多的名词 说 这是佛教学的一书 教学的高明处 佛 不主张 执着 你想 所以 明可明 非常明 中国道家所讲的 大臣佛法 也是这个说法 大臣起先论上 教给我们 修学大臣的态度 说了三章四句 第一个 不执着言说想 不执着 明自相 这是明词说语 不执着 二 它是用 是一种手段 方便的手段 不是目的 不能执着 执着就错了 第三 不执着 心愿想 心愿是什么 我读到这段文 诶 为什么 明天住的时候 又有些意思 到底有多少意思呢 无忧穷尽 你慢慢去体会 一坐下 坐下就一个 不坐下 是无量意 为什么 自信 自信就是无量的 这些名词 全部是形容自信 自信是第一 自信是真谛 自信是身谛 就是真心 那我们讲真心 不是妄心 自信就是真心 我们起心动念的 分别执着妄心 真心 真心不起心 不懂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它有无量意 你每一次遇到它 都不一样 所以一念一部经 一部经 真地念 把它的真实意念出来了 你不会想念第二部经 你这一部经 一生念到底 为什么 无量意 为什么无量意 所有一切间 都在这一部经身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就这意思 不要说一部经 前面讲过 一句名号 阿弥陀佛 无量意 阿弥陀佛 这一句是 无量今天 都在其中 无量意 阿弥陀佛